吴景言徐开2018年凭借古装爆款剧《严洗攻略》 约升陆剧顶流演员 虽然女方近年几部作品反应普普 但最近她与王兴岳主演古装新剧《墨语云间》爆红 人气快速从低谷狂飙 近日虽然被同档期刘亦菲主演的爱情新剧《玫瑰的故事》抢走热度冠军 但吴景言与王兴岳在剧中的发展依旧秒灯微博热搜榜 两人一场雨中公主爆花絮影片提前释出 立刻掀起话题 王兴岳之前与吴雷搭档在暴雪时分演出撞球高手 以展现结实的好身材 这次她在《墨语云间》更是难有力爆棚之外 她也在微博分享裸身照 大秀结实被击性感破表 在《墨语云间》的最新花絮中 王兴岳、吴景言在开拍前正在讨论怎么样公主爆 画面看起来才会最为美 王兴岳亲自示范轻松公主抱起吴景言 但却因吴景言肢体太僵硬 一旁的演员何鸿杉忍不住指着她大笑说 你好像要去试寝的 画面一转 王兴岳在大雨滂沱中 公主抱着吴景言快速即行 正在失泄的她嘴里还发出吆喝声 场面相当爆笑 两人在雨停后又拍了一次 这次王兴岳公主抱吴景言脚步依旧相当轻松 她到处走来走去难有力爆棚 再放下吴景言后还贴心帮她整理一惊 除此之外 王兴岳也在微博分享自己 拍摄墨云间的雨中裸身照 与她穿戏服 鲜瘦轻贵的气质不同 只见照片中 她绑着公子高马尾 在雨中举着剑 眼神犀利 从结实的手臂 再到没有一丝坠肉的漂亮背肌 都让人视线来移开 她一身肌肉结实又吸睛 肌肉线条相当漂亮 除了分享雨中裸身照 她还在微博写下 墨云间今天也下雨了 落下的雨水滑落在她的裸身上 立刻引发全网暴动 这也让王兴岳 吴景言在墨云间 cp感爆棚 两人越到后期 感情越为缠绵 尤其在王兴岳知晓 吴景言真实身份后 逐步协助她付出的绝对支持 都让两人的感情 增添了不少火花 虽然两人至今 还没有正视的亲密吻戏 或床戏 但不少网友认为 相较合枪实弹的亲密戏 吴景言与王兴岳 更派出暧昧气的酸甜感 像是剧组释出的 雨中公主爆花絮 虽然两人没有正式告白 但吴兴岳对她 小心呵护的公主爆 早已暗示了两人感情的 增进cp感爆棚 同样的 近期墨云云间剧组 也是释出演员们的幕后趣事 吴景言与王兴岳 在剧中分别扮演 薛芳飞和江黎 他们不仅在戏里 共立风雨 私下里的温馨互动 也让粉丝津津乐道 吴景言亲切地称呼 王兴岳为姐姐 展现了两人间 亲密无间的关系 一次访谈中 王兴岳透露 呈给吴景言 发送温暖信息 流露出两人身后的友谊 这让观众 对他们的荧幕合作 充满着更多期待 墨云云间改编自 千山茶客小说 《狄价千金》 聚焦于薛芳飞 在江黎等人的协助下 营救父亲的惊险历程 紧张的情节 吸引了大量观众 网络上结果cp 受到热烈追捧 观众被两人的 化学反应深深吸引 对他们的演技 给予高度评价 称赞其将角色 演绎得栩栩如生 随着墨云间 幕后花学的曝光 吴景言与王兴岳的 墨迹配合 成为热议焦点 为剧集增添了 额外的吸引力 观众们满怀期待 希望能从这对搭档身上 看到更多精彩表演 和情感碰撞 为观剧体验 增添更多色彩 墨云间播出之后 热度一路上涨 网友们热议不断 除了有仇 当场爆的爽感之外 宿国公肖横 与薛峰飞之间 极限拉扯的 暧昧戏份 也让观众欲罢不能 两人在剧中 连亲都没亲过 但是所有互动 堪比翻云覆雨 简直不可说 导演编剧 你们是懂怎么吊人的 下面就带大家感受一下 剧中暧昧拉扯的 名场面 谁懂这顿云戏的 很尽量 他在闹 他在笑 一切点到机制 刚刚好 他本不该再对男人 流露感情 但他无法抗拒 男主渐渐走入 他的心里 所以他以醉酒为借口 直白地引诱他 毫无顾虑地 想要吻他 男主他怕女主会后悔 只能选择隐忍克制 他要的是 女主在清醒的状态下 对他吐露真心 他的拒绝 不是不想要 而是想要的太多 可是评论区 网友坐不住了 雨夜贴贴的气氛 都这样了 手动按头 给我亲 销和你行不行 我看你还是得稀点 伊兰香 一个花瓣玉桶里 浮想连篇 一个雨夜 赤身舞剑 躁热难耐 此处无声 胜有声 男主由于担心 女主无意闯入 没想到 女主正在沐浴 男主看后 难以入寝 于是有了这一段戏 明明两人 什么都没做 却又好像什么都 看的评论区 网友信仰难耐 这么大的玉桶 明明可以再塞一个男主 和一瓶伊兰香 来人把宿国公安静于桶 这些大黄丫头 搞得人心惶惶的 玫瑰林水 剑林雨 原来这么隐喻吗 不愧是一生都在做阅读理解的中华人 是这样吗 是这样吗 大家觉得是这样吗 谁想出这个剧情的 他穿他的贴身衣服 看得我是抓心脑干脾肺 薛风飞查案 换男装嫌脏 萧衡直接把自己的礼衣 脱下来给他穿 女主全程盯着 这种桥段到底是哪个天才 想出来的 终是暧昧的杀伤力呀 评论区的网友们也磕起来了 别人的衣服臭臭的 萧衡的衣服香香的 女真堂主一挂灯笼 隔壁道观的狂徒就如约而至 你们网友是懂狂徒文学的 评论区网友纷纷开始整活 想看什么全靠自己写 而且梦雨云间这部剧的厉害之处 就是男女主感情的拉扯感 像谈簧一样 你来我往 比起直接肯来肯去的工业堂金 这种克制感失足的拉扯 反而让人看得更爽 一方面因为女主薛芳菲 一婚女 她懂各种暧昧的点 仿佛削横才是被她玩在手里的那个 所以她会大大方方的暧昧 不会扭扭捏捏 另一方面 男主萧横的气质也很利落 虽然一开始有利用的成分 但是爱就爱了 就让明目张胆的宠溺偏爱 不油腻很清爽 一个吻戏都没有 光靠两人互动的机制拉扯 就让观众刻的上头了 那么接下来全四日集 唯一的一场吻戏 你们两个速速给我亲 亲到天荒地老 亲到把对方所有呼吸都掠夺 最近看暴剧墨语云剑 真是磕生磕死 好久没有看过这么寒唱淋漓的感情戏了 女主薛芳妃和男主萧横 两人之间的拉扯实在是太有张力了 两人都喝得酩酊大醉 在雨中拉着手转圈圈 突然之间两个人就抱在了一起 女主仰着头 雨水趁着两人的面庞滑落 为这不明不白的暧昧 增添了几分氛围感 女主的眼睛始终锁定在男主的脸上 似乎是想要努力把她的五官看清 女主用十分撩人的声音 念着萧横的名字 而男主也回应了她 低沉的声音叫着阿黎 这是女主的闺名 天啊 这一幕也太好刻了吧 看的人忍不住一幕笑啊 谁知道一个男人深情 而又低沉的叫自己的小名 只有多么让人沦陷 杀伤力实在太大 我想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能抵抗住吧 更何况对面的人还是王兴月 两人深情对视过了许久 他们之间的距离再一点一点凑近 我甚至能感觉到女主处的气息 均匀的喷洒在男主的鼻翼之间 你们两个离得这么近还不接吻 是想要玩大眼瞪小眼吗 还是导演和演员懂得拿捏观众的胃口 这样欲据还赢 你来我往 让观众的胃口都被吊起来了 果然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 两人这段想要亲吻又出于隐忍和克制 最终没有实现更令人心痒痒 后面应该会有一些我们期待的吻戏出现吧 好家伙 这么有心张力的男女主 必须要多拍几场 让观众大包眼福 墨云剑 你们剧组真是把暧昧给玩明白了 这种欲说还修的感觉 在杀人与无形 爱了爱了 再说 感谢观看